这是李东旭刚刚完结的一部新剧 讲述迫降到1930年代的九尾狐的怪谈狩猎故事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九尾狐传》1938 在《九尾狐传》第一季里 李燕是一只爱上人类的九尾狐 他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李朗因为误会成为了仇敌 弟弟一直以为是李燕抛弃了他 一同出生入死后他们又变回了好兄弟 最后为了消灭吃龙李燕与其同归于尽 弟弟李朗为了救他牺牲了自己 虽然李燕和芝雅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却从阎王妹妹的口中得知 因为弟弟罪孽深重 并不具备转世投胎的资格 为此他只能答应老妖婆的条件 作为九尾狐帮助他惩罚所有或乱羊间的妖物 期限则是他的今世 为了救弟弟 他没有犹豫就牵下了卖身器 然而一场跃拳时 却让所有事情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 这天夜晚 一位面具男偷走了镇守阴阳两界的守护石 为了找回他 使者找上了李燕并告诉他 没有边界 人世间将陷入邪灵入侵的危险 到时会间接影响到他弟弟的转世 本来不在意的他立马急了 在老妖婆的指点下 他需要穿越时间之门找回守护石 不过却需要在16小时内回归 自信满满地他穿越了大门 等再次醒来已经来到1938年的南朝 刚开始看着眼前的陌生复古的场景 还以为进入了影视基地 直到他看到报纸上的信息 才明白了自己来到日本殖民的时期 就在他有些崩溃的时候 一位女人叫住了他 回头一看才发现是这个时代的田螺姑娘 两人刚刚寒暄两句 就发现了一位戴面具的男人正紧盯着两人 李燕很快认出他就是偷走守护石之人 为此他很快就追了上去 两人在城市之间飞檐走壁 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与此同时 一位地下工作者接过同志的文件包 随后看向远处从车上走下来的军官 他们要进行一场有预谋的刺杀行动 也就在这时李燕和面具男闯入了军官身旁 而李燕好巧不巧看到了女人投掷文件包的动作 在他还有些发猛的时候 隐藏在文件包里的炸弹爆炸 还好李燕毫发无伤 并且看到掉落在地的守护石 正当他想取回时候 却被人截足先登 让一位盲流子捡走 等他骑马追上去才发觉对方竟然是一批土匪 他一路跟随着目标来到一处破旧的房屋 并且最终锁住了男人的喉咙 然而当他刚想有所动作时 一把斧头飞了出来 来人竟然是他已经死去的弟弟李朗 看着活蹦乱跳的弟弟李燕高兴死了 并且抱住了他 李朗却被他的动作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想一刀劈死他 却瞬间被李燕制服 他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可以酗酒 还要回到现在阻止阴阳两界可能发生的混乱 临走前他放过了弟弟 并提出了喝一杯酒再走 然而当他喝完弟弟亲手浸上的美酒 却发现了不对 李朗竟然在酒中下了佐料 等他再次醒来却已经被日本军包围 李燕哪里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几十人的日本连对转 瞬间就被他一人猎团 随后他便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弟弟李朗 就这样兄弟两人再次展开厮杀 不过在弟弟冲向他的那一刻 李燕却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斧头准确无误地命中了他的凶度 他的行为让李朗感到了困惑 李燕却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像交代一言一般让他好好生活 随后转身离开 李朗感到不知所措 并且大声质疑他又再次假惺惺 随便地抛弃他 当李燕想转身解释时 却发现了让他崩溃的一幕 面具男竟然突然出现在李朗身后 并且一刀捅了下去 面临弟弟死在眼前的惨剧 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事 却听到弟弟让他带自己去一个叫做庙园阁的地方 等他带着人来到此地才发现 这竟然是一家工人消遣玩乐的会所 他明白李朗让自己来此地一定有目的 所以在外出查看时 竟然真让他发现了一场 眼前这位年轻的男子 明显就是刚刚被他撞到的老人家 紧接着他的目光就看向远处的凉亭 只见这位长相有些妖艳的男人 拿出了一个冒着金光的球体 竟然有让人返老还童的能力 原来此人竟然是三千甲子东方朔 东方传说李最长寿之人 李燕瞬间明白了弟弟让自己来的目的 他想让东方朔延续自己弟弟的姓名 然而东方朔却有自己的规矩 需要他拿出有价值的东西才行 具体是什么则需要他在盒子里抽取 而东方朔最想要的则是乌土里的剑 这是唯一可以砍伤他的武器 活了几千年的东方朔 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好巧不巧 李燕正好就抽中了乌土里的剑 懊恼的他告诉东方朔 此物保存在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地方 可不可以换个要求 然而东方朔却断然拒绝 两人交流的一幕都被李朗看到 原来刚刚他已经从病床苏醒 不过却发现自己是灵魂状态 他在李燕面前尝试多次 对方都感知不到他的存在 对此毫不知情的李燕已经起身离去 寻找这个时代最恐怖的生物 那个人就是1938年恋爱脑的自己 他捏手捏脚地来到自己身边 偷偷摸摸地拿到了想要的乌土里的剑 不过恋爱脑应该空气传染 抽出武器的声音引起了1938年自己的注意 刚开始他以为是一面镜子 李燕也有模有样地学着自己的动作 当他再次躺下的时候 李燕立刻跑了出去 与此同时 被困在庙圆阁的李朗却发现了惊天秘密 东方硕的长寿秘诀竟然是吸取他人的寿命 根本就不是分享自己的寿命 李朗的嘀咕声被东方硕听到 转瞬间就来到李朗的身边 然而却没有进行下一步行动 原来他只能听到声音而已 李朗也明显意识到了这点 赶紧捂住了嘴巴 而另一边 李燕归来时却碰到了阻挠 恋爱脑的九尾狐已经赶到 他认为李燕只是伪装自己的妖魔 并且没有听解释就自己和自己打了起来 不想缠斗的李燕只能亮出了自己的必杀戟 他拿出了初恋的照片 恋爱脑立即认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当听到李燕说初恋此事身在他国之时 立马失魂落魄地离开 却被看不下去的李燕一板砖拍晕 随后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东方硕的身边 不过却并没有立即把剑交给他 他早就发现东方硕在抽签盒里做了手脚 并且猜到他只是想毁掉这把武器 见事情败露东方硕也坦白了 不仅之前让人反老还童是骗人的小把戏 就连李朗现在也是他的人质 原来东方硕已经派人寻找到了李朗的身体 知道事情不可调和的两人立即打了起来 然而李燕却有些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李朗附身的女孩跑过来告诉他 东方硕的本体是棱皮龟 为了让李燕相信 更是说出了只有两人才知晓的故事 随后两人就围绕东方硕 念出可以让他显露真身的咒语 而他真身显露的同时也就是死期 李燕看准时机一剑砍向了东方硕的弱点 让他吞噬的生机都回归了本体 李朗复活重生 而让他附体的小女孩也重新获得了童年 此事得到完美解决 不过却让李燕错失了回归的时间 他只能留在战火纷飞的1938年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位老乡士盯上 对方眼馋他的身体已经几百年 他就是掌管半岛的四大山神柳红珠 几百年来一直切而不舍地追求李燕 虽然他早已知道对方心有所属 然而这样却更激起他挑战的欲望 说完这些他拿出了见面里 李燕一直寻找的神器 原来救活弟弟后 李燕找到了这个时代的夺一婆 让他送自己回到2023年 夺一婆可以答应 不过前提则是让李燕拿回被盗走的传奇烟袋 烟袋具有炸毁一座山峰的能力 不过却已经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为此李燕才和李朗一起来到这辆开往满洲的列车 而消息灵通的红珠 知道李燕的目的后 立即从日本人手中夺走传奇烟袋 才发生了刚开始的一幕 然而当李燕看到他穿着婚纱 明白了他逼婚的目的后 他再一次拒绝了红珠的追求 也再一次体验到对方的热情 直接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 弟弟李朗哪里见过这么恐怖的女人 马上找借口开溜 眼看着女人追了上来 李燕大声吐槽自己好像看见了恐怖电影 还好李朗有良心 还没忘记哥哥还在车里 带着自己的人马过来接应 这次离开也没有遭到柳红珠的为难 因为他知道不久后两人就会再次相遇 李燕兄弟俩回到下榻的客栈 没想到开门的竟然是红珠 两人当即有些愣神 李燕更是条件反射一般的想逃跑 却立即被红珠抓住 并且警告他 如果不想惹自己生气 就乖乖地和自己进去 等李燕进入房间后才知晓 尿元阁的阁主竟然就是红珠 得知此事的他当即就想逃跑换一家客栈 红珠却威胁他 他换哪家客栈他就砸烂哪家 知道他说到做到个性的李燕 没有办法只能在此住下 随后李燕就被千老师舍稳一番 美其名曰这只是盖章而已 并抛去了媚眼 隔天一早的饭桌上 兄弟两人出卖了美色才了解到 妙元阁竟然是做情报生意的组织 整个半岛都布满了他们的眼线 为此李燕找到了红珠 让他帮助自己找到头戴红白面具的男人 红珠爽快地答应 不过却有一个条件 让他代替自己去参加选美比赛的评委 据他了解 名为三重的妖物出现在了京城 并且有可能附身在选手当中 来到会场的李燕正在百无聊赖地玩着转底 没想到却突然碰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来人竟然是弟弟李朗喜欢的女人 他以为其有力也是和他一样穿越到了1938 然而女人却告诉他认错了人 李燕没有再次追问 选美比赛如常地正在进行 舞台上模特们正在一起拍合照 坐在中间的女人却突然行为异常地扑了出去 并且把一位女人按在地下吸食着血液 不过当变异的女人把目标盯上有力 并扑过去时 一直打酱油的李燕终于感到阻止了对方 等她回头查看有力 变异女人趁机跑出了大厅 而外面却早已经有人等待多时 戴着棺材板的正式面具男无影 她在变异女扑向她的同时打开了棺材板 然后趁机把她打进了小房子里 等李燕跑出来时 无影已经带着变异女离开 无奈的李燕只能找到有力打探消息 有传言说京城的美女纷纷变成了夜叉 并且他们都会去一家叫做崔圣子的美容院 为此她邀请弟弟和自己一起调查此事 两人靠着自己的颜值轻松混入了这家美容院 并且很快受到阿姨们的重点照顾 他们都非常享受小鲜肉的服务 而这一幕偏偏让李朗的手下看到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是李朗让他们送过来一面镜子 这个东西正是他们对付三重的重要物品 等她回到美容院正好发现 美容院客人们变异的一面 五粒只加满了两人 很快就把变异的客人手脚都束缚住 李燕也找到了问题所在 有人在客人的洗发液里放入了三重 而那人就在这时出现在两人的背后 就是那个非常不起眼的洗头大妈 挡住第一波攻击的李燕 让李朗赶紧把镜子拿出来 原来镜子就是克制大妈的武器 她早就发现了对方的身份 其实就是半岛第一位造神 大妈说放入三重是有人指使 而那个人就是头戴黑白面具的男人 说完大妈就化作灰烬燃烧殆尽 来自她身体里隐藏的诅咒发挥了作用 与此同时 无影看着棺材里的女人 因为只有她在感染三重后活了下来 所以她要把女人打造成完美的夜叉 这也许是她对付李燕的武器 而就在这时 一人突然朝着无影冲了过来 察觉异常的无影立即拿起了衬手的武器 两人瞬间交错而过 来人正式来调查黑白面具的红猪 她没有想到面具人竟然是自己的老熟人 在她记忆中已经死亡的人 随后她满含热泪地扑向千无影 这一刻她竟然不知 在两个男人之间如何选择 另一边 红猪为了救下要被侵犯的女人 在日本人面前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提出了由自己代替对方免费陪睡一晚 禽兽大胆刺激 紧接着就猴急地让手下脱光她的衣服 却被红猪推开 在此她有一个条件 如果能在喝酒鄙视中赢得了自己 那么就任禽兽们摆布 听到此话的禽兽大胆有趣 不过在她同意的同时 还制定了一个无耻的规则 红猪需要一人同时喝倒她的七名手下才算赢 算盘打的响亮 然而禽兽们却挑错了对手 没过多久这群禽兽们就一一倒在酒桌 红猪却面不改色 一口闷掉了最后一坛酒没有丝毫浪费 喝完还讽刺禽兽的手下都是一群没用的窝囊匪 这让禽兽直接恼羞成怒 起身离开前还不忘把怒气发泄在一旁的女人身上 却不知这种行为直接为自己判上了死刑 等禽兽离开没多久 红猪就换装追上了对方 没有废话直接甩出了手里的琴弦 缠绕住了禽兽的脖梗 就这样 刚刚还猖狂无比的禽兽 像一只小鸡一样被红猪吊死在城墙之上 与此同时 千无影独自一人来到一座阴森恐怖的山洞 这里镇压着他用来对付李燕的邪灵 不过想带走邪灵却没有那么容易 看守此地的高僧出现在他的背后 竟然是刚才在路边打坐的窟窿 当他知道千无影执意要带走镇守的封印物后 直接召唤出沉睡已久的阴兵 刚开始阴兵们凭借人多的优势站进上风 然而这些小兵终究不是曾经四大山神之一的对手 本来已经落入下风要人头落地的他 口中默念一句咒语后 身边的阴兵纷纷化作了火焰 就连一旁的高僧也没能幸免 在火焰下化作了灰烬 千无影处心机率带走的封印物 竟然是一位眼镜蒙住的小女孩 随后两人来到李燕的住处 他安排小女孩去寻找李燕 让她看到自己的眼睛 此时李燕还在沉睡不知道危险临近 直到女孩的声音响起惊醒了她 两人对视了一眼后 李燕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过却没有看到小女孩的身影 伸出说自己什么人都没有看到 能不能是李燕大人做梦而已 然而李燕却感觉到 自己好像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看到了什么 隔天 红珠外出赴约千无影 他有些不明白无影为何和李燕作对 三人小时候就相识 并且共同约定发誓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彼此 无影告诉红珠 他想让李燕也体验一番失去亲人的痛苦 红珠不明白什么意思 无影却说李燕已经来了 原来这正是他设下的局 他引诱李燕来此和红珠会面 借此引发封印物小女孩的诅咒 只要和小女孩眼睛对视后 再以小厨局为影就会让其失明 李燕眼中的世界逐渐陷入了黑暗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的红珠 赶紧走过来查看 却不想无影趁机一刀砍向了李燕 还好红珠反应及时挡住了这一击 并且护住了自己的男人 他没有曝光出千无影的身份 说刚刚碰撞的只是一位花商 这也让无影放下了手里的武器 他知道有红珠的存在 自己绝对动不了现在的李燕 回到妙园阁的李燕 猜到这是红白面具的手柄 也猜到了这是诅咒的力量 所以让深柱和弟弟帮自己找到 可以解除诅咒的方法 两人前脚刚走 红珠就找到了李燕 他已经知道了这是千无影的手柄 并且无影还向红珠抛来了橄榄枝 不过当时的红珠并没有答应 他和李燕透露出自己见过红白面具男的真面目 如果想知道对方是谁需要付出代价 那就是李燕他自己 不然的话他可能是比红白面具男更可怕的敌人 红珠霸王硬上攻想和李燕连接成为一体 却遭到了李燕的反击 心若死灰的红珠彻底黑化 已经决定放手不管李燕的死活 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千无影 为此弟弟李朗遭到了暗算 就连助手伸助也未能幸免 他要让李燕品尝到无依无靠的滋味 与此同时 正在寻找弟弟的李燕 却突然遭到了弓箭的袭击 他很快在弓箭上发现了弟弟和助手的物品 还有一份信件 明明知道对方失明还如此操作 就是想把李燕引出妙园阁 等他出门后很快被一双小手抓住 来源是那位让他失明的禁忌女孩 对此一无所知的李燕请求女孩独行 得知如果想救弟弟 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北山的寺院 虽然知道这有可能是对方设计的陷阱 不过他还是决定前去 此时弟弟和助手被千无影扔在水井里 眼看坚持不了多久 还好李燕已经赶到 然而却早已经被埋伏许久的无影盯上 弓箭不时从李燕的身边划过 李燕瞬间明白对方是把自己当成猎物一样进行戏耍 也许已经完够 对方射中了李燕的小腿 无奈的李燕只能艰难地爬向一棵大树 随后跪下来请求对方放过自己的弟弟和助手 无影挥出的武器要一箭斩杀李燕 却突然被惊天汗雷劈中 紧接着李燕就来到寺院的深处 寻找可以恢复视力的方法 这时静静女孩突然出现叫住了她 让她猜猜自己的名字 然而李燕哪里知道对方的真实性命 立即遭到了诅咒的攻击 而这时女孩腰间的铃铛声 让她想起了500年前的记忆 原来小女孩和妹妹是一对双胞胎女孩 本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却被嗜酒如命的父亲 卖给了女巫拿来换酒钱 女巫本来挑中了妹妹 不过当姐姐看着害怕不已的妹妹时 心疼的她决定代替妹妹前去 两人交换衣服后 女巫把年幼的姐姐带走 女孩手里还拿着山神李燕送给她的信物 原来姐姐曾经救活了一条鲤鱼 李燕为了奖励她送出了自己的信物 还说可以满足她一个愿望 然而李燕却没有做到 小女孩被女巫制作成了禁忌物品 她终于想起了女孩是谁 也感受到了当年女孩绝望的呼唤 然而当时的李燕为了救自己的媳妇 已经放下了作为山神的职责 所以她当时听不到女孩向她求救 此时她放任女孩把武器刺向自己的腹部 因为女孩悲剧的一生也有她的责任在内 她想起了女孩的名字 静静女孩恢复了清秀的面容 李燕也恢复了自己的势力 随后来到寺庙内斩碎了一切的罪恶之源 完成愿望知道自己名字的女孩 即将转世投胎 在这之前她告诉了李燕弟弟的位置 李燕来到井边把助手救了上来 李朗却沉入水中生死不明 就在这时一位女人跳入了井中 来源是对李朗一件清新的美人鱼 她曾经送给李朗自己的鳞片 如此她才能找到生命发生危险的李朗 至此两个人的生命捆绑在一起 手指更是出现了契约的指环 李燕也下定决心 就算自己要离开这个时代 也要带走红白面具男 绝不会让她威胁到自己弟弟的安全 画面一转 红猪找到曾经李燕手下的两个妖精 对方声称此时的李燕不仅沉迷烟雾 还会因为名字就暴打他们这些小妖精 红猪问他们李燕老婆的名字 听到情敌的名字 红猪当即敲碎了桌椅 人生第一次失败就是败在这个女人身上 等消气后红猪却感觉到了不对 这和她现在见过的李燕完全不同 马上安排手下去寻找一些烟雾 于是红猪开始在李燕面前试探迷雾 李燕看她的样子有些怒不可恶 更是顺手抢走了烟枪 作为过来人她深知这东西的危害性 这番试探 让红猪察觉到李燕真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所以提出个小游戏 每个人问出三个问题 而作为惩罚则是脱掉自己的衣服 明明是红猪更吃亏 李燕却没有丝毫安全感 红猪询问她还记得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这句话当即让李燕察觉到了不对 她猜测红猪有可能已经知道了什么 所以第一次回答的滴水不露 紧接轮到李燕询问 她想知道红猪到底认不认识红白面具 红猪也没有回避直接承认了认识 再次轮到红猪 曾经他们发誓互相守护 如果背叛誓言会有什么下场 红白面具就是无影 所以她不明白红猪为什么帮助对方隐瞒身份 聪明的她立即换了一种问题 她想知道自己是否认识红白面具 红猪明白这个问题她无法回答 已经准备扯掉自己的吊带 却当即让李燕慌了神 为她披上衣服的同时 还说她穿的衣服越多越漂亮 临走前 心虚地她送出了自己准备的礼物 打开手帕里面正是她喜欢吃的树莓 原来在没有成为山神之前 年幼的红猪很担心病重的弟弟 不过却因为夺一婆不批准而无法回归 并威胁到如果离开会失去成为山神的资格 而当时年幼的李燕为了哄红猪开心 采摘了树莓告诉她 吃掉她可以赶走伤心的念头 被骗的小红猪被疼痛转移了注意力 在吃了树莓后果然心情有些好转 即使千百年后 红猪已经知道那是李燕的小把戏 她还是保留了吃树莓摘睫毛的习惯 知道李燕心里有自己就够了 不过她还是安排了手下 购买了开往满洲的列车 很快她来到满洲 并根据庙圆阁强大的情报网络 找到了这个时代九尾狐的住处 等走进酒楼里幽暗的房间后 果然不出所料 她看到了这个世界另一只九尾狐李燕 可1938年的李燕物 把红猪当成了自己的初恋 所以当被发现后 红猪拿起一旁的翡翠瓷瓶就砸向了她 还不知道红猪在调查自己的李燕 正在好奇总督为何会花那么大的代价 抓一个孩子时 李朗向她做了一些示范 在她哪一只手里 如此惊人发现财富的能力 让李燕猜测女婴就是财神 因为半岛的财神会择指安家 这样也就能明白 为何他们之前每次把她丢到别处 女婴都会自动回到这里 另一边刚刚从满洲归来的红猪 却受到京城总督的召见 不过来此却见到一位名叫加藤的日本人 红猪根据情报 猜到他们想找的婴儿此时就在庙圆阁 不过却没有很在意 而加藤则是一边说她永远不会老的传闻 一边安排手下过来进行刺杀 对方狗腿子确认她就是个半岛的山神 他们知道山神不能随意杀伤的禁忌 所以有恃无恐 而且他们手里还掌握着刘红猪的软肋 原来为了保险 他们还同时抓捕了庙圆阁的兰草 并进行栽赃嫁货 指控对方杀了一名日本士兵 胁迫红猪如果明天不交出婴儿 并且拿不到金矿地图的话 就让兰草死无葬身之地 到时还会让庙圆阁关门大吉 所以到了夜晚时分 红猪趁着李燕他们熟睡的时候 带走了女婴 而李燕也很快发现女婴消失不见 并从红猪的手下了解到 只有找到被绑架的兰草 才能找到女婴的下落 另一边 日本狗腿子按照约定 把女婴带到财神老人身边 询问金矿位置 并且还用女婴的生命来威胁他 出于无奈 老人点出了地图上 可能出现金矿的位置 为了保险起见 狗腿子还让红猪和他一起去 就算到了此时 他还有些不相信这些半岛的人 隔天庙圆阁的香草 找到了他的警长哥哥 用自己的性命向威胁 得到了兰草的下落 当李燕和深柱知道此事后 立即乔装打扮 潜入了关押兰草的中路派出所 并且因为深柱会日语的缘故 得到了优待 他们很快找到了 被虐待遍体鳞伤的兰草 与此同时 日本人在河边里挖坑了许久 始终挖不到黄金的存在 最终还是老人亲自出手 才证明他的判断没有出错 红猪至此才相信真有才神之事 原来当时红猪并没有 直接带走女婴 而是直接叫醒了李燕和李朗 并坦白了兰草被绑架 需要女婴交换一事 随后几人商议 李朗便换成女婴被红猪带走 而李燕则负责营救兰草 刚刚挖到黄金的日本人 并没有满足 而是让老人说出 地图上所有金矿的位置 老人向红猪使了一个眼色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他便在地图上随便点了很多价 经过助手的仔细核对 里面的确有一个 他们隐秘挖掘的金矿 听到此话后 日本人不由分说 就一枪毙了老人 眼看如此红猪怒急的同时 却没有动手 因为此时还没接到 李燕动手的信号 说巧不巧 这时天空突然风云变幻 原来另一边李燕 已经成功把兰草 带到安全的地方 并用自己九尾湖的能力 改变了天气 而接到信号的红猪 也不再隐藏 他赶紧追上 要把金矿地图送走的警长 并让日本人 随意处置剩下的女婴 然而当日本人 把枪指向他 并扣动了扳机时 女婴却灵活地躲向了一旁 并且转瞬 变成了李朗的样子 李朗正准备 和日本的妖精进行单挑 却被不讲武德的 日本兵枪击打断 听到枪声红猪 遁住了脚步 阻止了众人 而刚刚把兰草 安顿好的李燕 却在街头碰见了加藤 他第一次见到血腥 为如此浓郁的人 而李燕也是 加藤来半岛后 见过最强的妖怪 两人很有默契地回头 并交换了名字 李燕警告他不要再吃人 不然会砍掉他的脑袋 就在两人状态 有些僵持之时 田螺姑娘突然出现 叫住了他 两人相互出见 等发现田螺姑娘无恙后 李燕再次回头 却已经没有了加藤的身影 不过对方残余的力量 还是让手臂一时 失去了直觉 而加藤的衣领 也留下了李燕的痕迹 两人初次见面 就为对方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等此事告一段落 李燕把真正的女婴 交给了老人 原来女婴才是真正的财神 而老人则是财神的守护者 临别前 老人替财神转达 李燕会在这个时代 见到自己一直在悼念的人 不过因为他本性纯洁 会迷失回家的路 所以老人让他 挽起自己的袖子 把北斗七星的印记 转移到李燕的手腕上 希望到时这条印记 可以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而也就在当晚李燕就见到了 他认为已经死去的兄弟千无影 初见复活的无影 李燕直觉他就是那个红白面具 所以两人不由分说就打了起来 激烈的打斗声 引起了红珠的注意 为了阻止两人的打斗 红珠在李燕和无影战斗时 扔出了大宝剑 已经知道他们是 未来之人的红珠 这一剑就是为了 给他们骗自己的一个教训 走上前的红珠 直接坦白自己 已经知道李燕的真实身份 紧接着就拔出 两人背后的大宝剑 李燕受到致命的创伤 当年四大山神选拔的当天 发生了什么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才毁掉三人几百年 建立起来坚固的友谊 李燕说是自己杀掉了 无影的哥哥 红珠知道后大骂他是个疯子 不过李燕却直视着无影告诉他 自己这么做并不后悔 无影察觉到李燕好像已经不行了 却听红珠说 现在唯一能救李燕的只有他 好像笃定他一定会就一样 无影用自己曾经山神的天赋能力 把李燕的伤口进行了愈合 他告诉红珠 自己把李燕从未来带到现在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时代李燕并不具备的东西 也许可以改变曾经的遗憾 殊不知无影此次前来另有目的 为了减缓身体石化的速度 他需要帮武道轮转王抓取一只恶灵 红色布袋就是引诱对方前来的物品 因为身体逐渐石化 所以无影需要借李燕和红珠之手 帮他来进行抓取 对此毫不知情的李燕 刚从病床上醒来就责怪红珠下手太狠 红珠却一脸坏笑地说他 很会玩欲情故纵的游戏吗 直到这时李燕才发现自己竟然没穿衣服 同时反应过来之前的伤口真的痊愈 也间接认可了无影复活的事实 不过却没打消他认为无影是红白面具的怀疑 所以他找到了对方进行了试探 同时拿出了守护石和可以复活人的黄金尺 无影假装不认识 李燕也没有过度深究 而是问他在哪里打探到自己的位置 随后看到无影露出半世化状态的身体 告诉他自己不知道被谁复活 而且夺一婆的诅咒也并没有消失 他是从李燕受害者组织那里打探到的情报 见此李燕也稍稍松下了一口气 就在此事红珠前来 让俩人换身行头和他出去一趟 却不知他的妙园阁已经迎来恶灵的到来 今天是妙园阁六位星际生报到的日子 女孩们分别报上了自己的性命 根据规则他们需要拍到对方的肩膀 对方才可以继续行动 不过当轮到恩好时却发生了怪事 当他的手拍到对方的肩膀时 对方却好像没有任何知觉一般 蜡烛在房间里无风而动 很好回过神继续拍对方的肩膀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随后他依次查看了房间里的人 却发现本来四个人的房间 突然多出了一个人 等蓝草几人再次点燃蜡烛 已经没有了恩好的踪迹 此时恩好已经来到一处未知的房屋 房间内躺倒着身穿白衣的女人 试探一下对方的鼻息后 才惊恐地发现已经死去很久 害怕的他拼命拍打房门 却没发现本已死去的人却纷纷站立了起来 很快蓝草几人把此事告诉了红珠 为了救人红珠和李燕几人决定也试一试这个四角游戏 他们猜测是有鬼神来此 却不知这完全是无影引来的 李燕和红珠完全没有把此事当回事 四人按照规则玩着四角游戏 丝毫没有害怕的感觉 当蜡烛熄灭 一个人引走进房门外 李燕以为是鬼神来此 让李燕有了砍过去的冲动 却被伸住及时拦住 开门后才发现真的是自己的弟弟 询问无影为什么乱说话 才听到无影解释 从游戏开始他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这时李燕才发现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劲 等房间的灯打开却突然发现 红珠失去了踪迹 而这个结果却万万不是无影想要的结果 正好这时李燕的叫声喊来 让他看房间里的颜色变黑的严厉 以此推断这次来的不是普通的鬼 这时深处也带来了一只可以看到鬼神的灵猫 至此也知晓了鬼神的身份 正是半岛传说中的怪物长山虎 为此弟弟李朗安排人寻找 曾经在长山虎手中活下的人 李燕从老婆婆的口中得知 长山虎专门抓捕漂亮的女人作为妻子 而他们归来多亏了一只流浪猫咪 这也让李燕明白 猫咪也许就是打开对方世界的大门 所以他让深处找来黑色的灵猫 让他带自己和无影前往长山虎的世界 等来到夜晚 弟弟李朗担心李燕的安危 因为他还不信任无影 其实聪明的李燕也早就发现了问题 无影一来 长山虎就巧合地出现在此地 而且在玩四角游戏的时候 无影还屡次劝红珠退出游戏 不过李燕还是选择相信他 最起码经过此事 他可以知道无影来找他的原因 等来到了夜晚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两人在灵猫的带领下穿越到了异时节 他们以为来到了古时候的王斗 四处寻找却没有发现半个人影 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李燕很快来到一座院落 并且发现了一堆已经死去多时的尸体 这时无影也闻讯而来 在他的探查下发现对方至少已经死亡三天 李燕四处观望下看到墙角下的人影 走近才发现是一位小女孩 经过询问后 两人知道刚当的死人都是长山虎干的 所以两人让女孩带领他们去寻找长山虎 不过当女孩把两人领到一栋房屋后 却失去了踪迹 一阵白色的烟雾飘过后 两人失去了意识 等再次醒来 他们已经被五花大绑捆在了一起 旁边还有挑大绳手持武器的女人 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两人就分别挨上了一砍刀 再次从地上醒来的李燕 发现地上的血迹竟然是番茄汁 起身后更是看到一堆正在拍戏的工作人员 抬头还看到综艺长山虎新娘几个大子 这一刻两人都有些蒙圈 一度以为回到了2023年的现代 此地其实是老妖精 长山虎根据两人记忆虚构的世界 不过李燕却不相信一个老妖精的力量 可以强大到改变世界 恰好这是一辆保姆车下来一位女人 竟然就是他们进入这个世界的目标柳红猪 然而两人过去相认却吃了一鼻子灰 红猪显然不认识两人 两人正准备追过去探寻 这时画面却突然像电视机换台一般进行了切换 刚刚还西装革履的两人 此时已经换成了古装装扮 恰好此时的红猪也换身衣服走过来 他们希望唤醒柳红猪的记忆要把她带走 却被像垃圾一般扫向了一旁 紧接着红猪还在摄像机前做起了广告 眼看如此李燕打算烧掉这个片场 反正此地是虚幻世界 不过现实打脸却很快 无影的火焰能力毫无反应 就连李燕引动风暴的能力也施展不出 与此同时 深柱把两人进入长山虎世界的事情告诉了夺一婆 才知道那片世界是生死之间的交界处 长山虎不仅擅长模仿一切事物 还包括所有人的记忆 而她的目标就是成为山神 夺一婆询问李燕如何回归 深柱告诉两人李燕和李郎有一根丝线捆绑 那将是李燕回归现实世界的路 此时让夺一婆马上意识到 李郎此时有可能会遭遇到危险 另一边守在房间的李郎 却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里的深柱让她把血液涂抹在丝线上 没有半分怀疑的李朗照做后 电话声突然传出长山虎感谢她的声音 至此李朗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不过已经晚了 红色的血液染红的丝线渐渐布满整个房屋 而她抓牢的丝线也有一股力量赶传来 李朗拼命握住她却突然听到李燕的声音 她慢慢走进声音传来的方向 却突然被伸出来的手抓住 等她好不容易挣脱束缚 却察觉到房间好像有她看不见的人 四位蒙面的古装女人正抽出武器 慢慢地靠近李朗 而此时身处长山虎世界的无影 终于发现了小女孩这位可疑人物 被发现身份后的长山虎也不再掩饰 变换成柳红珠的模样 长山虎告诉无影 她此时变换的场景都是来自于无影 也知道无影最在意的人就是柳红珠 所以她割破了自己的脖梗 恐吓无影将永远徘徊在黑暗之中 就像当初她成为石柱一样 这时李燕突然背后冲了出来 并把桃木剑插入了长山虎的身体 然而变成红珠的长山虎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并且讽刺她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朋友 她单手抓住李燕 这样的山神曾经是长山虎向往的 不过此时两人的软弱却让她失望不已 她给两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拯救红珠 随后在两个人冲向她的时候按下了遥控器 长山虎消失不见 而此地的场景却突然变换成了京城 李燕记忆中的样子 李燕猜测无影把自己的桃木剑进行了调包 询问后 无影解释有可能那并不是对方的本体 李燕正不知如何拆穿对方的谎言时 街道边突然出现了一批西装革履的人 很快一位白色西装男走出来进行自我介绍 来人竟然是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 统一半岛黑帮的金斗汉 李燕大感无语至极 黑帮们还非常老套地围着两人转圈圈展示武功 无影显然看过此片 一秒如戏和混混进行了交手 不过两人很快就败下阵来 金斗汉运用出传说中的转圈大法 只有他不晕 晕的就是对手 所以被转晕的李燕很快被金斗汉一脚踢飞 这之后还不忘做一波牙齿的阴广告 看来李燕和无影其中一人一定深受的广告荼毒 很快画面又进行了跳转 无影竟然见到了自己一直想复活的人 已经死去的哥哥 长山虎画座的哥哥询问李燕 为何当年杀了无影的哥哥 原来当年无影的哥哥一刀砍翻了无影 当他举起武器要再次砍向无影时 被李燕刺中及时阻止 无影察觉到不对想求李燕放过哥哥 不过当哥哥再次举起刀砍向无影时 李燕没有犹豫就杀了他的哥哥 而此时就算在这个虚幻的世界 他还是不能原谅李燕 两人的表现让长山虎乐不可知 而李燕也好像发现了对方的目的 他猜测到对方是想让他和无影内讧 所以他走到了监视器旁 说出了长山虎一直不想面对的事情 李燕猜到长山虎因为做不了山神而自卑 还让他准备好自己的遗言 他马上就回来收割长山虎的性命 长山虎也的确就在一旁 正是片场的场景 此时他已经准备给李燕最后一击 另一边的李朗还在被恶鬼缠身 恰恰这时听到小人鱼敲门的声音 担心他进来的李朗让小人鱼赶紧滚开 这时却被女鬼们扼住了喉咙 察觉不对的小人鱼立即推开了房门 跑到了李朗的身边并捂住了对方的耳朵 随后发起了音波攻击 长山虎的爪牙请客间化成了灰烬 而房间里的红色丝线也恢复了正常 两次的救命之恩让李朗无以为报 知道人鱼对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献出了自己的初吻 与此同时 红珠却双眼无神地穿上了新娘的服饰 长山虎要生米煮成熟饭 让柳红珠成为他永久的新娘 红珠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了新婚仪式 并且喝掉了长山虎为他准备的交杯酒 没过多久李燕和吴影赶到了此地 并发现了红珠 不过几人刚一见面 吴影就被红珠砍上一刀 这时长山虎也走出来 告诉他们红珠已经成为他的新娘 他现在已经属于这个世界 失去理智的吴影冲向长山虎 却被红珠甩到了一旁 而这正是长山虎喜欢看到的场景 他的目的就是让三位山神自相残杀 然而李燕想打破现在的僵局 必须闯过红珠的阻拦 没有办法 三人只能自相残杀地打斗了起来 曾经三人一起练剑 并且约定互相守护对方 没想到长大成人后却刀剑相向 此刻对三人来说多少有些讽刺 李燕试图在打斗中唤醒红珠的神志 他还记得小红珠要守护他的沉默 而吴影在要刺向红珠的时候也下不去手 不过红珠却没有犹豫地刺向了他 其实吴影求活有一半的原因都是红珠 他喜欢红珠 不过红珠却从来不多看他一眼 还好李燕出现抓住了武器 不然吴影就直接交代在此处 也许还没有完全忘记李燕 他拔出了武器 不过转瞬间他又同时扼住了两人的喉咙 吴影趁机往他手上塞进去一件物品 正是三人共有的物件 代表着三人同心的证据 此物好像也真的在逐渐唤醒红珠的记忆 当李燕书附助红珠时 他再次用儿时的话语希望唤醒红珠 而吴影也说出了不要惹红珠哭泣 这句话彻底点醒了红珠 挖掘出刻在他脑海里的记忆 曾经三人共同遭遇妖怪的清洗 吴影和李燕都曾经舍命救过他的性命 想起这些 红珠捡起地上的武器使劲往后一甩 就刺中了正在看戏的长山虎 竟然敢把他当成傀儡一样玩弄 红珠自然不会手软 长山虎还想起申报赴红珠 却接连遭受到吴影和李燕的意愿意见 最终长山虎不知死活 红珠也趁机把恩好带了出来 李燕根据手中的丝线找到了回家的路 另一边的李朗也在旋转丝线等待哥哥的回归 不过当时间快结束时 李燕却没有发现吴影的身影 等他回过神时候回家的大门已经关闭 他错过了回到现实世界的机会 李朗没有看到哥哥 着急地询问红珠怎么回事 却听到红珠说三人是一起回来的 听到此处李朗马上意识到是牵无影的手柄 而此时的无影却把桃木剑刺进了长山虎的身体 随后拿到了长山虎死后的生命精华 李燕这时也出现在无影的身边 他已经猜到长山虎是无影召唤出来的 这时的无影也不再隐瞒自己的目的 他在吸取长山虎的精华后 身体逐渐实化的状态彻底恢复正常 为此他也承认自己红白面巨人的身份 他决定杀掉李燕 却在挥剑的时候遭到外人的阻止 原来李朗已经在灵猫的带领下来到一世间 两人战斗起来无影却没有下死守 而是向李朗说出了一件秘密 随后就放过了李燕兄弟俩 当李燕想询问李朗对方说什么时 李朗也只是说对方胡言乱语并没有深说 回归到1938年的妙原阁 看着远处的李燕 李朗想起了无影的话语 80年后他会为自己的哥哥而死去 曾经他不会犹豫 不过此时他却有些别的想法 而这也正是无影想要做出的效果 在兄弟两人之间埋下一根道刺 画面一转 众人正在制作泡菜 得到红猪表扬的李燕 吃着亲手做的泡菜 果然感到美味 还不忘关心李朗和小人鱼关系的进展 却不知道李朗想起无影和他说过的话 他还有82年寿命的事情 所以看着李燕对自己的关心 他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并且让李燕不要对自己这么好 想起了死亡 即使活了几百年的李朗也充满了惧怕 因为现在的他不再无牵无挂 与此同时 京城的火车站突然出现了四只日本的妖精 他们是活动在满洲的死神雇佣兵 这次前来正是收到加藤总督的邀请 过来对朝鲜半岛的妖精进行抓捕和实验 加藤的目的是把他们制作成侵略他国的战略武器 听到此话的妖精们大感有趣 其实这只是他们想要更多的酬劳 得到加藤酬劳的承诺后 几人满意地离开 很快他们就制造出应有的效果 半岛本土的神明纷纷到夺一婆的住处进行抗议 本土神大量的无故失踪已经让他们产生了惧怕 所以他们让夺一婆解决此事 不然他们本土神将会纷纷罢工 然而夺一婆却认为他们只是无理取闹 所以他没有丝毫心软地让老头子把这些人扫地出门 与此同时 外出的李燕和红猪被四只日本妖精看中 并且认出了他们是半岛山神的身份 红一女更是花痴地被李燕的颜值吸引 正要头怀送抱时被一旁的秃头怪拦住 还好老头没有忘记他们来京城抓捕半岛神灵的任务 为了不打草惊蛇 秃头怪悄悄地跟上了两人 另一边的庙园阁却迎来一批奇怪的客人 他们正是之前抗议的本土神灵 原来心软的悬疑翁找到了李燕和红猪过来帮忙 并且威胁两人如果拒绝 李燕回不到2023 就连红猪也要下地狱 为了让两人相信 还忽假虎威地搬出了夺一婆这座大山 没有办法 两人只能帮助悬疑翁接待这批本土神灵 殊不知这里已经混进了日本的神灵兔头怪 外面的吵闹彻底气炸了红猪 本来做一天泡菜的两人就已经泪滩 然而更无语的是 这帮本土神灵找他们都是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两人好不容易完成一天的工作 把众神送走后 泪滩的李燕已经察觉出有本土神灵失踪的事情 而红猪却早已经调查了此事 之前浣熊妖精夫妻无故失踪已经让他察觉到不对 他已经调查出是总督迦藤丹的好事 对方正在进行着某种实验 李燕这时也终于想起来自己在哪里见过他 正是那位和他对拼且不落下风的日本人 他准备除掉迦藤 却被红猪阻止 杀了一位迦藤还会有另一位迦藤 他告诉李燕 他只是这个时代的过客 一个星期后将会离开这个时代 那么到时候谁会来对付迦藤呢 另一边的李朗担心极了 还有一百多年他就要死了 此时他也终于明白李燕是因为愧疚 才一直对他这么好 想到此处 舞台上女友的歌声也不香了 小人鱼显然看出了男友不正常的状态 所以带上雨伞追上了一脸落幕的李朗 并且询问到底是谁惹他不开心 他去帮他解决 然而小人鱼的关心却彻底激怒了李朗 他曾经被家人抛弃独自流浪了几百年 从前他以为自己是他们人生的污点 所以自甘堕落成为了土匪 本来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不过现在李燕和小人鱼的关心 却让他迷失了方向 让他觉得自己很软弱 李朗想离开此地 却被小人鱼一声懦夫止住了脚步 他告诉李朗应该直面自己的恐惧 那才是土匪头子应该干的事情 而且两人已经亲吻过 他还准备嫁给李朗 听到这句话的李朗不再逃跑 也彻底安抚了他脆弱的内心 等李朗回到了庙园阁 恰巧碰到了本土神灵正在玩游戏 伪装的日本秃头怪剑词记上心来 他上前引导李朗 让他对赌局产生兴趣 最后在告诉赌注是寿命时 想起了自己的寿命 李朗果然对此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不过当他和这名叫做独角鬼的妖精玩游戏时 却把自己所有的寿命都输掉 等李燕看到虚弱的李朗时 他已经仅仅有不到一天的寿命 气急了的李燕找到了独角鬼 威胁他交出弟弟的寿命 然而独角鬼却有恃无恐 因为只有在赌局赢过他 失去的性命才会回归对方 从来不赌博的李燕犹豫了 对于赌局他没有丝毫把握 他教训李朗的同时也忍不住哭泣 而这一幕也让李朗好像发现了新天地 哭泣的李燕没有承认哭泣 李朗也说出了自己并不想死 这时李燕才明白 李朗有可能已经从无影知道自己未来将会死亡 所以为了弟弟 李燕还是同意和独角鬼进行对赌 不过不善赌计的他 没有意外就接连输掉了自己的寿命 直到输到了仅剩十年时他发现了端倪 并且立即斩断了对方右手 原来他已经发现对方出老千 作为被发现的代价 李燕要取消他之前输掉的赌局 还要在公平对赌的情况下 让独角鬼归还弟弟和众神灵输掉的寿命 独角鬼只能不甘心地答应 与此同时 红猪知晓此事却认为李燕疯了 对方是妖境界知名的赌徒 他就从来没见过有人赢过他 原来红猪来到李燕的房间 是来寻找守护石和黄金池 却不知道这两件物品一直被李燕随身携带 不过红猪相信李燕终究会主动交出 另一边的赌局还在进行 独角鬼仗着自己还有900年的寿命 屡次索哈欺负李燕 李燕也一直保持着冷静一直没有根 直到虚弱的李朗支撑不住 他才下等决心索哈一把 这关系到自己和李朗的性命 这也是日本秃头老头期望的事情 兵不血刃就解决掉守护半岛的山神 然而他的如意算盘终究是失散了 李燕赢下了第一局 同样也是最后一局 独角鬼身后象征寿命的蜡烛全部熄灭 而李朗也拿回赌输的寿命 最终李燕饶过了独角鬼一命 也警告他不要再赌博和摔跤 之后在李朗的问询下 李燕也说出了他如何赢下了赌局 原来他当时砍掉对方的手势 就藏起了那张多余的纸牌 学习能力超快的李燕也出了老千 随后李燕拿出了弟弟李朗 在2020年留给他的遗言 看着自己说出的话语 他也明白了之前的怀疑全是误会 此时他更担心李燕的寿命 李燕却无所谓 体验过人类的平静生活后 他更喜欢和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死掉 本来他已经准备回归 不过他却亲眼见证了日本人的残暴 平民无辜被杀 就连曾经被他庇护的半岛神灵 也被日本远道而来的妖怪雇佣兵杀死 等他赶来只看到被虐杀的尸体 从这一刻开始 他明白了回到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 他找到了情报系统强大的红珠 让他通知所有想夺取守护士和黄金尺的人 到京城的板东酒店等他 随后独自一人的李燕找到了吴颖 两人刚一见面就热情似火地打了起来 吴颖其实也是他接下来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停止交手的两人喝起了酒 李燕知道吴颖想依靠黄金尺和守护士救活他的哥哥 便也让他在三天后去板东酒店等他 倒是能否夺走则看他自己的本领 与此同时 红珠找到了加藤寻求合作 他可以帮助寻找对方需要的宝物 条件则是日本人不能伤害他保护的妙缘格 这样他不仅完成了李燕交代的任务 还有机会趁乱夺取守护士 如此他不仅能留下李燕 再不及也可以带着守护士 离开这个令人痛苦的时代 李燕在执行计划前约见了夺一婆 在饭桌上他说出了自己消灭日本妖怪的计划 夺一婆警告他神灵不可以干涉人类事物 然而李燕却执意如此 曾经煽神的他在这个时代毫无作为 既然回到了1938年他当然要偿还曾经的债务 夺一婆这时也明白了未来的自己 因何要把李燕送回到了这个时代 三天转瞬即逝 李燕兄弟俩在红珠的带领下一同前往了板东酒店 红珠一共预定了四个房间 他不止给李燕兄弟俩的手下预定了 因为担心加藤趁他不再袭击庙元格 所以他把自己的手下也安排在身边保护 此时的李燕已经准备行动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住在404房间里的死神佣兵团 李燕知道吴颖就住在隔壁的房间403房间 所以准备用计把红珠和吴颖共同引诱到这里 到时三位山神对付四位日本妖怪十拿九稳 殊不知吴颖也另有计划 他找到了曾经隐藏的女夜叉 并且很快把她带到了酒店 只等时机一到就放出这个祸害制造混乱 与此同时 李燕已经知道吴颖回归 所以安排李朗通知吴颖和红珠去404房间会谈 他则先行一步来到了对方的房间 房间内的四名妖怪也感知到他的到来 另一边李朗首先通知了红珠 却没有发现吴颖的身影 等他在大厅中寻找时 却碰到了来找他的女朋友小人鱼 原来之前日本妖精去过了他打工的服装店 所以他有些担心李朗的安全 害怕女友陷入危险的李朗 正准备把他带离酒店 酒店里灯光的闪烁 却突然让他不安起来 因为这正是李燕要行动的暗号 不过当他看到一副挂在墙壁的山水画时 却听到里面传来的声音 恍惚间他走进了画里的世界 他知道自己中了妖怪的幻术 与此同时 吴颖也在酒店里放出了女叶叉 并且很快在酒店内制造出了混乱 场面堪比釜山形 此时吴颖已经来到404房间门外 并且见到了红珠 他先行一步走进了房间 并见到了身在幻境的李燕 他知道李朗是李燕的软肋 所以他告诉李燕 女叶叉已经在酒店制造杀孽 如果想救弟弟则需要交出宝物 然而李燕却不以为意 他相信自己的弟弟并没有那么弱 再说现在还有女朋友需要他的保护 两人再次亮出了武器 这一幕正是红珠想看到 趁着双方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 他用鞭子勾走了宝物 三人拟追我赶跑到了一处丛林 却不知道危险正在临近 李燕在红珠置得意满之时 抢走了他手中的宝物 不过也发现了森林中出现的异常 地面突然升起了迷雾 日本妖怪慢慢从森林深处 走到了他们的身边 此时的酒店内 夜叉门正在四处肆虐 而李朗也被婆带着小人鱼躲藏在墙角不敢出声 李燕也迎来和日本妖怪的决战 最终谁胜谁负不得而知 这边红珠和无影吸入了日本妖精的毒素 地中海日本牛妖猖狂的大笑 却不知这彻底激怒了三位山神 李燕假意交出宝物来换取解药 却在这个过程中和红珠用出了暗号 结果日本妖精大意之下 直接被红珠偷袭命中 一脚踹翻到两里地 为了让对方说出解药的下落 红珠拿出了自己珍藏的整形工具 准备给对方来一次全套的服务 牛妖的惨叫声引起了日本亲友团的注意 学女以为对方独吞宝物 所以赶忙朝着声音的方向追去 等她和蛤蟆怪赶来 只看到被红珠打死的牛妖 就在刚刚嘴硬的地中海 讽刺三人只是王国的三位山神 这句话直接宣判了她的死刑 被怒急的红珠三拳打死在当场 而学女看着战友的尸体却异常兴奋 当从蛤蟆怪的口中知道李燕等人的方位后 学女迫不及待地朝着李燕的方向跑去 竟然直接去强吻李燕 红珠当然不能让自己的男人被抢 于是把学女拉开 李燕想插嘴却被两人打断 韩日女妖精争夺男人大战一触即发 刚开始红珠还可以凭借山神的力量不落下风 然而身体上的毒素还是没让她坚持许久 学女想趁机杀掉红珠被李燕阻止 这时蛤蟆怪的叫喊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已经有了离开的准备 不过李燕怎么可能轻易让她离开 她和学女提出了交易 自己拿出宝物黄金尺来交换她手里的解药 与此同时 李朗把小人鱼带到自己的房间进行躲避 却被突然出现的丧尸扑倒 等李朗解决了对方才发现 小人鱼已经被丧尸咬中了肩部 察觉到自己越来越虚弱的身体 小人鱼让李朗在自己变异之前杀掉自己 不过很快遭到李朗的拒绝 如果要死他会陪着女友一起死 狐狸的一生只会爱上一个女人 这一番告白让小人鱼很感动 然而渐渐失去血色的面容 却在李朗的不设下失去了意识 另一边李燕拿出交换过来的解药 交给吴影和红珠 知道李燕是用黄金尺交换的解药 两人感到她疯狂行动的同时 还有些担心解药的真实性 为此李燕只能以身试药 如果躺在地上的自己醒不来 那么就是假药 在红珠的担心下 李燕确定解药的真实性 不过两人想要拿到解药 还要答应她一个条件 那就是和她合作对付死神拥兵团 红珠没有犹豫就吃下解药 然而吴影却不想欠下李燕的人情 知道她脾气的李燕只能用激将法 说自己需要她的天赋能力 她火焰的能力正好对付傭兵团里的学女 见此吴影才吃下李燕的解药 而这也正是李燕早就设计好的计划 一切准备只等最终的决战 画面一转 老头不由分说 双腿直接跨在李燕的腰部 开始施展她特有的日本妖术 原来她的能力就是和别人互换身体 此时李燕和老头已经交换了身体 李燕想要起身 却被身体上的伤口所阻止 原来两人刚刚一见面 李燕就发现了不对 她没有相信对方的任何谎言 而是趁对方不备的情况下 反手给对方一见 所以才有了身体交换后的疼痛 然而妖精入道却没有找到应有的宝物 原来宝物已经在和红珠分别之时 被红珠顺手偷走 眼看李燕没有价值 妖精入道在她的伤口上打了一拳后 就离开了这里去寻找另两位山神 在森林中躲避的红珠和无影对此还毫不知情 妖精入道看准时机直接出现在两人身边 她谎称已经找到了死神庸兵团的位置 并询问他们的伤势 红珠却说他们还没有完全恢复 听到此处妖精入道已经寄从心来 与此同时 受伤的老头李燕发现 庸兵团的另外两位成员正在寻找妖精入道 刚开始李燕还害怕受伤的自己被人发现 之后才想起她已经和入道交换了身体 也许她可以利用这一点打入敌人内部 此时的酒店内 悲伤的李朗听到一则好消息 原来红珠的助手知道如何解救被夜叉咬过的人 她之前旁听过无影和红珠两人的对话 只要拿鸢尾花的雌蕊煮水喝就能解除身体的一变 恰好伸柱这事也想起了 之前她在餐厅无意间看到了属于鸢尾科的香料 听到此处李朗不顾危险就要出去寻找 副手和伸柱也准备和她一同前去 几人走进全市丧尸的酒店大厅 小心翼翼地向着餐厅靠近 却被突然出现的生还者吓了一跳 李朗警告她不要发出声音 不然会杀了她 然而对方却分明是个猪队友 制造出了声响引出了大批的丧尸 李朗为了给助手们制造机会 拦住了大量丧尸 不过也遭到了啃咬 还好最终深处拿到了鸢尾科数的香料 被咬伤的人也有了救命的保障 三人正打算离开却再次碰见了猪队友 对方想让他们带自己离开 却被副手一拳拍在了地上 很快猪队友就被一群丧尸包围了起来 另一边的李燕 想明白后她立即叫住了两人 学女看着一脸单笑的李燕 好像发现了一样 原来她发现了李燕身体的伤势 所以李燕赶忙解释自己被九尾狐伤到了身体 听到此话的两人大笑不已 曾经的路道经常吹嘘自己的实力结果被打脸了 不过蛤蟆怪却有些开始质疑李燕的身份 她已经开始怀疑 路道是被交换身体的九尾狐 见此李燕赶忙装作伤势发作 并且和两人说到对方比想象中更了解自己等人 恋爱脑的学女当即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选择了相信 不过警戒李燕就在学女口中知道 原来团长另有奇人 死神勇兵团其实不是四个人 而是有五个 知道这一真相的她大吃一惊 原来真正的团长并不在幻境内 此人正是刚刚的猪队友 被丧失啃食的男人 如此的困境不知道真正的李燕如何破局 另一边的红猪已经发现李燕不对劲 然而还没等她做下一步行动时 死神勇兵团的蛤蟆怪已经靠近 并且一拳把红猪打飞 无影响上前帮忙 也被刚刚赶来的学女拦住 原来被交换身体的李燕 当知道对方勇兵团 还有一位团长没有现身时 立即想出了如何破解当前的局面 他打算利用红猪和无影解决这两位 刚开始两人也的确没有让他失望 红猪本来就是以力量取胜的半岛山神 和力大无比的蛤蟆怪 进行力量较量一点也不落下风 凭借灵活的伸手 对方被她一脚踢翻在地 红猪本来想让李燕借此机会解决掉对方 没想到李燕却一箭砍向了自己 无影发现她受伤后想上前救援 却被学女抓住并且冻成了冰雕 这时的假李燕也不再伪装 承认了自己就是入道的身份 此时红猪不得不面对一打三的不利局面 然而双拳难敌四手 她很快被学女抓住机会冻成了冰雕 不过刚刚被冻住的无影此时 却有恢复的迹象 对此毫无察觉的学女一脸兴奋地拿着宝物 毫无防备之下被无影用刀刺穿 无影想依靠自己的能力 让红猪从冰冻状态恢复过来 一旁的入道和学女发现对方有克制自己的能力 入道想和无影交换身体 却不知道李燕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就在她再次施展法术时 拿回了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召唤出了闪电劈死为一旁的入道 死神用兵团剩下的两位落荒而逃 以为事情告一段落 三人回归到了现实世界 不过很快李燕就发现了不对 在她和李朗对话时 她发现了对方并没有影子 这让她明白了自己此时还深陷幻境之中 为此她赶忙去通知红猪和无影两人 三人此时有可能还在饭店里的404房间 这时诡异的音乐声响起 好像引导三人的影子 三人彻底从幻境中回归现实 也见到了死神用兵团真正的团长 此人竟然是她曾经多次偶遇的催眠协会的成员 男人只是数了三个数 李燕就老老实实地交出了手里的宝物 原来刚刚入住酒店时李燕就被她进行了催眠 男人一个响指后 又让李燕从催眠中苏醒 叫她醒来也是想让她看一场好戏 不只是她 就连红猪和无影同样被她一同催眠过 眼看着伙伴们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互相残杀 没有办法 李燕只能交出宝物并让对方放过自己 为此更是双手举过头顶并跪在地上 不过嘴里却念叨着万岁两个字 团长有些莫名其妙 却不知事情发生了变化 她被自己的手下蛤蟆锁住 就连学女也叛变对她进行了冰冻 其实是她小瞧了九尾狐的能力 李燕同样会催眠类似的幻术 她早在之前的幻境之中 对学女两人进行了催眠 只要喊出万岁两个字 他们就会消灭李燕身前的敌人 最终团长被李燕一刀解决 红猪和无影也从幻境中苏醒 李燕刚刚松下一口气准备回房 无影却突然出来抢夺她手里的宝物 黄金尺最后被无影抢走 此时距离她离开这个时代仅剩两天 还好红猪身体无碍 小人鱼也在李朗的救治下恢复了神志 不过这一次战斗 还是给众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创伤 画面一转 李燕也终于从夺一婆口中知道了真相 无影想要复活的哥哥 早已经被原始山神替换了灵魂 曾经绊倒只有一位山神而不是四位 因为触犯禁忌被阎王所杀 还把她的法力化作四件宝物 分别封印在不同的时代 黄金尺和守护石就是其中的两件 夺一婆提醒她 无影有可能会用黄金尺唤醒某种东西 李燕随后反应过来 无影想唤醒有可能已经不是她的哥哥 而是原始山神 还不知道自己被利用的无影 已经准备好复活哥哥的仪式 她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召唤出什么样的怪物 知道真相的李燕也想抓紧拯救无影 如果复活的真是原始山神 那么无影将会有巨大的生命危机 与此同时 无影以为仪式失败正在伤心难过 这时突然身边出现了一位男人 来人正是他的哥哥 不过早已经被原始山神夺赦 对此毫不知情的无影 看着已经复活的哥哥 充满失而复得的喜悦和激动 殊不知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他 已经成为原始山神的猎物 随着原始山神的意志 无影瞬间失去了意识 远在妙元阁的红珠好像心有所感 此刻的无影已经命不久已 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原始山神也直接坦白了 他的哥哥是因为自己才发疯 无影也是被他利用才知道复活的方法 等原始山神走后 无影才明白自己有多么的可笑 临死前他最想见的是红珠 却好像没有了机会 为了复活哥哥他付出了一切 曾经软弱善良的无影 变得不择手段 不过他对红珠的爱却没有一刻动摇 此时最后的思念 反而是三人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就在无影的世界渐渐陷入黑暗时 李燕赶来 看着命不久已的无影 李燕有些崩溃地流出了眼泪 他已经明白无影只是被人利用的可怜人 无影还是头一次看到如此软弱的李燕 不过他已经没有力气去嘲笑他 而是拿出曾经三人共同的信物 他承认自己错怪了李燕 李燕害怕极了 害怕无影真的离开 然而无影还是交代他好好保护红珠后 好像彻底失去了生机 直到死亡的那一刻真的来临 他才明白自己的家人和兄弟一直都在 与此同时 李朗准备给李燕买回归的礼物暂时离开 等待的小人与乳希 却突然发觉自己已经被人跟踪 来人正是跳楼没有死透的学女 等李朗寻来 只看见洒落一地的千纸鹤和乳希的血迹 另一边红珠的助手也遭到死神庸兵团 蛤蟆怪的绑架 为了解决死神庸兵团已经不择手段 李朗在此站了一夜 直到李燕知道消息后赶来 他根据现场环境猜到小人与只是被人捉走 一旁的小雪人也让他明白是死神庸兵团下的手 看着痛苦不已的弟弟 李燕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既然自己不能陪着李朗留在这个时代 那么可以陪伴弟弟的乳希 就算拼了老命他也会替李朗救下来 而此时距离他离开这个时代已经不足十个小时 于是李燕书信联系到了这个时代的九尾狐 向他诉说几十年后的变化 让他替自己保护当前的时代和弟弟阿朗 本来九尾狐有些不在意 直到他知晓了初恋女友俄英在几十年后的现代重生 才决定回归京城 守护曾经的战友和弟弟 与此同时 李燕召集了所有相关人员 需要大家分批行动 一批去寻找被逮捕的乳希和宰羽 另一边则需要去酒店提前埋伏 为今晚除掉总督和妖精加藤做准备 红猪为了支持行动也拿出了自己的老本 这些枪支弹药都是他保护妙元阁的手段 恩好和妙元阁的寄生们 负责把武器带入京城的酒店 把准备好的炸药放入是先准备好的花篮 在关键的时刻引爆 行动之前 李燕告诉自己的弟弟 父亲曾经说过自己的弟弟将来一定会超越自己 即使是半人半妖的身份 在需要拼命的时刻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另一边加藤知道李燕今天一定会有所行动 所以吩咐手下把两管药剂交给死神庸兵团 让他们把药剂注射到人质的体内 不过其中一管药剂被宰羽趁机打碎 雪女见此只能吩咐蛤蟆怪先行处理宰羽 她则看管汝西等待营救人质的人员到来 等李郎赶来时 汝西已经被她捆绑在椅子上 看到是三个人其中更是有山神红猪时 雪女立即拿出武器把她架在汝西的脖子上 眼见如此 红猪声东击西分散了雪女的注意力 随后走上前把雪女撂翻在地 在汝西的指引下红猪外出去寻找宰羽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雪女和蛤蟆怪的圈套 蛤蟆怪在捆绑好宰羽后就已经离开 等红猪把宰羽从树上放下来时 刚刚注射的药剂已经发挥了作用 宰羽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次向了红猪 之后更是咬伤了她的肩膀 在红猪的安慰声中宰羽恢复了神志 看着宰羽手臂上的伤痕 红猪明白是归巢木的作用 宰羽也知道她的作用 所以在担心自己伤害主人红猪的前提下 她用手里的刀具进行了自我了断 另一边的狸狼也遭遇了危机 雪女已经和蛤蟆怪会合 狸狼有些不是对手的被蛤蟆怪一拳砸向墙底 随后更是一脚踩在她的脸上 侮辱地说她只是个半人半腰的废物 即使这样狸狼也无力挣扎 更是在蛤蟆怪要结束她的生命时 让汝西不要看向自己这里 汝西挣扎地从手中抽出刀具 并且刺向了一旁的雪女 然而这个举动没有作用不说 反而彻底激怒了她 雪女怒急得要先掐死汝西 看着眼前的情景 李朗想起了哥哥说过的话 到了必须拼命的时候 你要相信自己 就像相信我一样 这句话加上汝西的惨叫声 也终于让李朗九尾狐的血脉觉醒 觉醒的代价很严重 蛤蟆怪一身的怪力毫无用武之处 被李朗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随后更是一掌把对方镶嵌在牢房的墙壁上 雪女也没有逃过厄运 斧子在李朗的掌控下准确地命中了她 接下来更是以牙还牙 用同样的手段割破了对方的喉咙 敌人消灭后 李朗也从九尾狐的状态脱离 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 拥兵团的团长却突然出现在此地 他同样也被注射了药剂 团长却突然受伤倒地 原来1938年真正的九尾狐李燕已经赶来 画面一转 加藤隆一的婚礼上出现了一边 新娘在舞台上发表了惊骇世俗的言论 她说今天是大家的葬礼 而这间饭店则是你们的坟墓 原来此时台上的新娘正是九尾狐李燕所画 加藤隆一发现不对劲时已经晚了 新娘变成了李燕后 没有给对方反应的机会 抬起武器就向加藤开了一枪 婚礼大厅的日本高官们马上就乱做了一团 就像信号一般 另一边恩豪也和日本军们撕破了脸皮 照着加藤隆一的走狗就是一枪 随后更是拿出隐藏起来的轻机枪 疯狂地向日本们进行扫射 山神李燕更是过分 日本兵在她眼中就像纸糊的一般 任她随意宰割 加藤隆一见此还恬不知耻地询问李燕 为何要反抗帝国的统治 她不懂 没有人愿意当王国奴 即使是李燕这种高高在上的山神 与此同时 恩豪终于堵住了出口 京城的日本总督和她的走狗 被她用机枪打成了筛子 而李燕和加藤隆一的打斗也进入了白热化 趁着对方大意 李燕召唤出神器给对方一见后 一脚踹飞了她 随后看了看手表 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她掏出了手枪射向一旁事先藏好的炸弹 炸弹并没有爆炸 加藤隆一早就进行了掉包 她知道李燕找的就是这个 所以扔到了她的脚下 然后一枪射向了炸弹 爆炸过后李燕毫发无伤地向加藤隆一走去 却突然被对方续空控制住了身体 她嘲讽李燕难道想靠自己就能拯救国家吗 然而李燕却毫不在意对方的嘲讽 她告诉加藤 未来的日本天皇将于1945年8月15号宣布无条件投降 不过加藤必将看不到未来 李燕已经使用出了自己的天赋能力 召唤出神雷的同时也彻底释放出九尾狐的全部能力 他们将要做出最后的了断 加藤最终被李燕一箭斩杀 刚刚要放松一下 对方的走狗带着日本兵又闯了进来 李燕告诉对方半岛的山神不止她一人 也就在这时 红猪从天而降 她直接宣布今天就是小日本的死期 只是因为她现在的心情很不爽 她负责断后让李燕放心地离开 两人进行最后的告别后 李燕就和深柱打算开车离开 却又很快被大批日本兵包围 就在这时原本已经死去的吴颖突然闯了进来 原来北斗七星的印记终于发挥了作用 财神感应到她的状态后来到此地 李燕用财神的承诺换回了吴颖的性命 吴颖让她赶紧离开 这里的日本兵全部交给自己 等吴颖抓住人质也问出了心中所想的问题 问李燕为什么救自己 李燕却说我们彼此还需要理由吗 因为我们重新成为了朋友 目送李燕的离开吴颖也彻底解开了心结 随后一把火为日伪军们进行了送葬 李燕也在最后时刻感到夺一婆的住处 却没有发现隐藏在一旁的原始山神 李燕将要穿越时空之门时被弟弟李朗叫住 两人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李朗也让哥哥不要再担心自己 他已经可以独自奋战并且觉醒了九尾狐的能力 李燕终于在李朗不舍的目光中回归了现代 红猪在回到庙圆阁后也收到李燕离开后留下的礼物 李燕亲手缝制的堂之 他明白红猪的心意只是在装饰而已 献上这份讨好的礼物是希望他不要再为自己受伤 看着这份礼物的红猪 心中好像也有些释怀 最后吴颖在这个时代成为一名村医 红猪依然在保护自己的庙圆阁 不过同时也在训练手下防身的本领 而这个时代的李燕已经戒除了不良习惯 正在不停地和小人鱼吹嘘自己的家族历史 就当你以为结束时 三位半岛山神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战乱还没有平息的年代 他们用自己的能力书写着不为人知的传奇 而另一边 不同时空下的李燕回归到了2023年 他再次遇见了自己魂牵梦绕的质涯 这一季到此结束 也期待下一季的播出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